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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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网路上的同盟 还有我们今天的贵宾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夫人九弟师姐 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徐亚齐师姐 庄俊耀医师 芝加哥礼杰医师 中国中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 芝加哥礼杰医师 芝加哥礼杰医师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承知你啊 KON عONE WAH GOOD EVENING 你好,大家好 大佛 今天我們是同修蓮華童子本尊 這個 記得我剛剛是 開始的時候 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經過開了天眼以後 就是在當天晚上 當天的晚上 那時候我是 測量官 在南門橋測量營 也就是南門橋五八洞二測量臉 測量臉 現在你在台中的南門橋 這個臉已經不在 這個臉已經不在 那時候我住在 金關的宿舍裡面 一個人一個房間 只是 它是用 一般的三合板 隔開 隔開一間一間 一個人住一間 當天晚上呢 就 可以講 因為白天 因為白天 開了天眼 那麼晚上睡覺 眼睛一閉 前面產生一個亮 很閃亮的 圈圈的光 圈圈的光 那這個時候 我整個人就 飛起來 飛起來呢 然後進入這個光圈裡面 然後進入這個光圈裡面 就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 當然它的經歷很多 我全部寫在書上 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我去到 看到一個很光亮的 光彩的光 很光亮的 很閃耀的一個光 那旁邊 就有這個佛菩薩告訴我 這個就是你 這個很閃耀的這個光 在蓮花上面 這一道很白 而且強烈的光 這個就是你 它就是蓮花童子 我別的沒有記住很多 進去這個光裡面 當然也看了很多 數不清的 看了很多 看了珠天 還有 到了看了地 都看 全部看 就一個晚上 從 晚上九點 熄燈號以後 入睡 一直到 早上九點 眼睛才張開 那麼時間很長 那時候 那時候 測量官 是軍官 所以 那個像 早點名 都是一般的 測量兵 怎麼樣 他們在早點名 我們 測量官 就比較自由一點 可以睡得比較 足一點 所以 大家 不要怪說 我早上九點才起來 那個 起來以後 就想起 昨天晚上 看一整個晚上的 一個經濟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說 我看見我自己 這個 佛菩薩講 這個就是蓮花童子 我牢記在心裡 牢記在心 一直到今天 都沒有忘掉 都沒有忘 所以 像這個事情 跟這個 一般來講 跟一般人講 大部分都 比較不相信 比較不信 好 也沒辦法 因為我 先回家 告訴自己的 父親跟母親 說我是蓮花童子 我母親倒是 比較相信 因為白天的時候 她看到我在 這個 廟裡面 被開天眼的情況 她有看到 我父親是 向來不信鬼神 一向什麼都不信 她說 人死如燈滅 人死了 就像燈一樣熄掉 什麼都沒有 哪有什麼天堂 有什麼地義 有什麼神 有什麼仙 有什麼鬼 有什麼聖賢 她從來不相信這些 一點都不相信 一點都不相信 所以 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叛逆性 也比較重一點 就經常跟她吵 我說 確實有 她說沒有 我們在過年除夕夜 吵得很厲害 她就南下高雄去善心 她從台中南下到高雄去善心 這個都是過氣的事情 我第一次跟我母親講 跟我父親講 我母親說 你是蓮花童子 那麼我是拖沓天王里井 她看轟神棒 因為轟神棒裡面 羅叉三太子是蓮花化身 她是太乙真人 她的魂魄沒有了 然後飛到她的師父那裡 她師父是太乙真人 就用蓮花 把她的頭 身子擺一擺 然後再把那魂魄叫進去 她就是蓮花化身 所以她以為 我就是羅叉三太子 其實不是 羅叉三太子 雖然是蓮花化身 也算是蓮花童子 但是呢 我跟轟神棒的那個蓮花童子 是不一樣 確實是不一樣的 那麼父親本身不信 但是我的大孤島是一個出家人 我的大孤子 是台南人 台南人 到最後 她在台中的萬佛寺 台中萬佛寺出家 那麼她也有靈異 我們每天念的 現在念的 阿蜜 alguien 達了 阿蜜 кр realistic 阿蜜 無... 這個詔語是我大姑在念的 然後她教我 我現在在教大家 这个咒语是用台语发音的 台语发音的是往生咒 那我大姑也是很 也有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她在我家住 有一天早上我去出去测量 我带着仪器啊背包啊什么 我说我去观庙 观庙测量 我要出发到观庙去台南观庙去测量 那么可能一个月以后才回来 因为那个测量的天差不多有一个月的天 一个月的时光 我会在观庙那里 那么我们去到观庙 就在那边找那个观庙的一个乡村的一个民宅 那个里长我们那时候都是找里长领长 所以我们是这个国防部的测量官 那么希望在这里能够借助有空的民房 或者有那个那里的领长就带我们去一个 叫他们称为公庭 就是祠堂 祠堂这边有房间 这边也有房间 那个房间是放棺材的 平时啊 平时是给人家放棺材 好像有人死了就放在祠堂 等着时间下降 下葬 那我们去就住在那里 那里刚好有一具棺材 那我们就睡在棺材的旁边 就是用行精床摆好 用四根竹子 然后蚊帐挂起来 晚上就是在那边睡 白天出去测量 晚上回来 就到公庭 然后那边也有厨房 可以烧饭 可以做菜 等到整理房间的时候 那时候我那个大夫 他在我家里 在台湾台书 立新路三九九五 是日本语 我家的住址 他正好坐在门那边在念佛 在那边念 我早上已经出门了 到观庙了 然后他在那边念 念佛 一直念念念念 他看到我 走进门了 走进门 然后他就跑去跟我妈妈 跟爸爸讲 他说我看到卡子 卡子就是我的乳名 我看到卡子回来 我爸爸妈妈就笑 你 你踏踏踏踏踏踏踏 他早上刚刚出去测量 到观庙要住一个夜的 哪里他晚上会回来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在观庙租好的地方以后 开始踏心精床 准备要 晚上要休息 国防部一道命令下来 观庙那边不用测量 要到 你们先回到测量年 再等候这个通知 要测量哪里你再去 哇我们几个测量官跟测量兵 马上就离开那个村庄 从这个林浩寅 林浩寅很有名的 就是产牛奶的地方 观庙一直到林浩寅 到林浩寅那边 踏晚班的火车 就回到台中 那我就先回到家 一回去 我父母两个眼睛都睁得好大 你看到他只回来 那是真的耶 他真的回来 不可能的是早上才出去测量 说要一个月 怎么突然间 就到了深夜的时候 就回来 所以我这个大姑出家 念 他还可以看到东西 所以很多灵异的事情 在我们家里发生 在我们家里发生 很多很多很感应的事情 那个时候 我也感应到我自己的祖父 眼睛一闭 我的祖父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他在飞 他在飞行 拿着一个灯 拿着一产灯 在飞行 飞到了一个天上的宫庙 然后他用他手上的那个灯 在点那个香灯 点那个香灯 啊 那时候我以为看到了以后 我说 我的祖父已经在天上的直辖宫里面 当掌灯死者 掌灯死者 我看得好清楚 所以我跟我爸爸讲 跟我妈妈讲 我确实 看见了我的祖父 是当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宫殿里面 当掌灯死者 很灵异的 那时候莲花童子很灵感 非常的灵感 灵异的现象非常的多 我也不知道莲花童子是谁 然后我到处去找 去找这个 找人问 找李秉兰问 李秉兰说 你那个感应是磨通 是磨啊 我说磨 我大概差不多了 他说你三年后被那个磨吸了你的精气 三年后你一定会死 李秉兰跟我这样子讲 他是引导我 是归应顺导师的人 第二位我找朱斐 朱斐 朱斐是李秉兰的弟子 那时候是菩提树叶康 我就眼睛一闭说我看到什么 这个朱斐就觉得很奇怪 另外朱斐的夫人在旁边一直念大悲咒 那个佛菩萨跟他讲 你不用念大悲咒了 我知道你在念八悲咒 虽然你没有念初生 我都知道你在念八悲咒 朱斐的夫人就非常的惊讶 他说我念大悲咒你就知道 然后我去找圣应法师 那时候慈明寺跟万佛寺的助辞 就是圣应法师 是一个台中有名的大使 去找圣应法师 找了很多人 圣应法师我跟他讲 我现在有这种现象 他连理我都不理 他一坐下来 他说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年轻人 你有什么少年的 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有这种现象 他说不用讲 我不理你 他就去做他的事情 我一个人待在那里也没有办法 找了很多人 不是讲魔就是不理我 找了好多高僧大德 后来莲花童子呢 经过中国大陆南州大学 南州大学研究 他有一个莲花童子的研究的团队 他说莲花童子最早是相光童子 是相光童子 然后又从经典里面去找 找到那个大威德王时代 在印度大威德王时代 有两个从莲花童出生的童子 一个就是宝益童子 一个是宝尚童子 又出来两个童子 是莲花童子 一个是宝益童子 一个是宝尚童子 这两个人带着大威德王去见金光佛 皈依金光佛 这个大威德王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那么释迦摩尼佛跟莲花童子 既然莲花童子带领大威德王去归于金光佛 那么莲花童子就是接引师 接引释迦摩尼佛去归于金光佛 所以我就成了莲花童子的 就是成了释迦摩尼佛的接引师 但是经典上记载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讲 所以相光童子是莲花童子 这个宝益童子是莲花童子 宝尚童子是莲花童子 莲花生大士是莲花童子 罗刹三太子也是莲花童子 莲花童子变成越来越多 他们就研究的越来越多 将来会出版一本书 叫做莲花童子的根源 或者是莲花童子的腹集 腹集 跟莲花童子的根源 这本书是张明聪师兄 他去搜集来所有的资料 将来你们看了 就知道莲花童子是谁 好了 今天莲花童子讲到这里了 我讲 我有时候我跟人家讲 我以前就是莲花童子 听都没有听过 真的 听都没有听过 但宝益童子就有 但宝益童子就有 因为十六 这个 十六地的佛 叫阿达尔玛佛 传白教的 白教的 嘎玛派 白教的 大索印法 先传给 宝益童子 宝益童子 阿达尔玛佛 阿达尔玛佛跟宝益童子 在一起的 那么阿达尔玛佛 就是普贤王如来 也就是本初佛 本初佛存在的时候 宝益童子就存在 所以宝益童子 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跟十六地的 这个 普贤王如来 那么亲近 他第一个传的 就传给宝益童子 宝益童子就是莲花童子 既然白教的 大索印 第一个传承 就是莲花童子 所以莲花童子就来历不小 为什么呢 十六地的本初佛 那时候在的时候 就已经有宝益童子 所以在敦房 敦房里面 他所画的莲花童子 跟东王公 跟瑶茨基墓 三尊并排 最后讲到瑶茨基墓 瑶茨基墓 跟东华帝君 跟莲花童子 三尊并排 同等的排在一起 而且同样的地位 所以瑶茨基墓 给我开天眼 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官窍在这里 瑶茨基墓给我开天眼 什么回事 因为他跟我 根本就是在一起 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讲 我们的大爷满法 怎么第一个笑话是这个 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上这个公车 一上去一看 只有一个位置 那么男的你的都冲过去 一个男的跟女的就冲过去 那个男的先抢到位置 就坐下来 这个女的她也杀不住 就是她也冲过去 要抢那个位置 她杀不住 就坐在那个男的的身上 这个男的表情非常的痛苦 就拍拍她 她说小姐 你把我的蛋做脆 这个小姐一下子崩起来 不会吧 哪里这样子蛋就脆了 结果这男的从身上 摸出两个茶叶蛋 怎么不会 怎么不会 你看脆了吧 这个蛋 蛋跟蛋不同 师尊的莲花筒子是真的蛋 真的好的蛋 不是荷包蛋 也不是茶叶蛋 也不是我们平时在西雅图雷杖市吃的粪蛋 三色蛋 皮蛋 加咸蛋 加鸡蛋 反正三种蛋合起来 我们称为粪蛋 不是 师尊是真的蛋 师尊出生的时候 跟罗刹三太子一样的 什么一样啊 哪里一样 罗刹三太子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蛋 到最后把它破开来 里面才是一个小孩子跳出来 就是罗刹三太子 一个肉球 师尊刚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白蛋 白色的蛋 是白砂包起来 全身白砂包起来 然后用那个铲薄 那时候叫铲薄 铲薄 才用那个煤油 慢慢把它白砂洗掉 才有一个小孩子在里面 那个小孩子就是我 反正我是蛋就对了 是好的蛋就对了 这大爷满第二个笑话 有一位刚刚考上律师的 他很兴奋 这个讲律师不好 我们这里有我们的那个律师在这里 有一位刚考上律师的 很兴奋的马上去定做了一个律师的袍 做好以后试穿 他这个律师的习惯是喜欢用手插在他的口袋里面 但是怎么样子插呢 都没有口袋 他就问师父 师父啊 怎么做的律师袍没有口袋 这个律师很焦急的问 只见这个师父啊 不疾不虚的说 少年律师你不懂 哪有律师把手放在自己口袋的 他们都把手伸到别人的口袋 这个倒是真的啦 因为一般人 如果能够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面的 他一定是赢家 他一定是赢家 今天我们讲大耶满法 我们是真正的赢家 因为有很多法你听起来 都可以很快的应用 像金刚颂来讲起来 你就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 非常好的一个法 那么我们今天是讲这个 我们常常在用的保瓶器 保瓶器 很多人讲 但不一定讲的跟师尊一样的透彻 师尊讲的真的是 就是手伸在别人的口袋里面 你一定是赢家 因为修了 你一定会有感应 会有相应的这一种现象 保瓶器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跟九节佛风不同 跟金刚颂不同 他最主要是他要避器 要器越避越久越好 我们避器 每一个人差不多 一般来讲 刚刚开始写的 就是三十秒 半分钟 半分钟 你回去试一下看看 你如果刚刚开始写保瓶器 从西空中宜昼意识里的一个光明 你吸到 从中脉一直下去 到你的腹部 这个我们讲就是完全呼吸 完全呼吸就是一定要吸到夏丹田 那么女生最好吸到心际就好 不要到腹 因为免得血奔 因为保瓶器是五的 叫做比较五的 九节佛风跟金刚颂是比较稳的 那这一口气 引那一口气进来 吸到腹部 然后提刚 就是下行气上提 上行气下压 就变成一个宝瓶在你的下丹田 这是一般男生用的 女生在这里 一样是提刚 把气往上压 把气往上压 压额 这个收额头 在做这个的时候 还是毕如七支做 收一下额头 把气往下压 就保瓶 就在心际 男生的保瓶在腹 在下丹田 女生的保瓶在中丹田 在腹部 在腹部以后 押住了 押住以后 就臂气 它是属于臂气法 先引气进来 再满气再丹田 就是把丹田气都填满 因为你下行气上升 上行气下降 就压住成一个宝瓶 然后闭住呼吸 先半分钟 以后再慢慢会增长 慢慢会一直 因为你练久了 它就慢慢增长 这个时候你只关一个中脉 这个气 就直接左右脉进到 这个腹部以后 从丹田 这个气一下降 就到了丹田 然后丹田这里的气 你闭住了以后 它自己慢慢就会进入中脉 气入中脉 我们先进气的气 叫做方便气 进入中脉的气 就叫做知慧气 它的解释是这样子 那是满 满那以后 再来就是消 要把这个气消掉 第一个消 就是气进入中脉 气进入中脉 第二个消 就是气涌向你的前身的脉 前身的脉 包括所有的围血管 所有的气都到围血管 这个是第三个阶段 淫 淫 满 消 最后才是射 什么叫做射气 射气的话 在你觉得闭气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先把气 一口气冲顶 冲这个顶窍 一口气先冲顶窍 第二口气才从鼻孔出来 这是一个结窍 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什么呢 第一口气冲顶 就是破瓦法 把你冲顶冲出这个 你头额这边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 那么冲这个冲过来以后呢 你知道你已经开顶了 你知道你已经完全开顶的时候 你就不再冲顶 就自然消 自然消就是从鼻孔里面 把它敷出去 这个所有一切 都是由鼻孔来做的 都由鼻孔来做的 不是用嘴巴来做的 那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保瓶气 原则上 第一个饮 零 第二个满 第三个避气 第三点就是要消气 先进入中脉 一个 再到 所有的脉 把那个气散到所有的脉 再避不住了 一个是射 冲顶 一个 再从鼻孔出来 冲顶就是破瓦法 你自然开顶 你不用 用破瓦法 你用保瓶气 你就自己可以开顶了 直到你开顶以后 不准再射 不准再射 是 这个有很多重点 很多结窍 你开完顶以后 一个月才能够充顶一次 你充顶太多 每一次都充顶 充顶 充到打开来 你都不知道 到时候你再继续充顶的话 就会 早就会叮叮 就会早死 所以这是五的 有危险性 有危险性 九劫佛风跟金刚重 没有危险性 这个保瓶气有危险性 你拼命把气充顶 冲开了 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不要让它再合起来 但是你也不能继续一直在冲顶 冲到最后 把你的这个命气都冲出去了 你就绝对是 叮叮 就死了 不过也好 没有问题 早死也好 早死你从顶 你能够把你的命跟气 很快的从顶上运出去 你绝对是上天堂 你不会从你屁股出去 那一定到死尿地域 死尿地域的 不会从脚底出去 不会从激伦出去 激伦出去是化为人 激伦出去 就变成人 你不会从嘴巴出去 嘴巴出去就变成鱼 哪里出去都不行 你就一定要从顶峭出去 你就上天 也是好 早死也好 晚死也好 长寿也好 短寿也好 短寿也好 都是好处 你们愿意死的 尽量冲顶 尽量冲顶 你拼命冲 冲到你这个顶峭 这里 把命气都冲走了 你就走了 把你的四神都冲出去了 他回不来了 所以冲顶 刚开始的时候 你破阿法 你给那个 有正宴的 这边 这个铜驴的中间 有三角形结合的地方 已经破了一个洞 就不要再冲顶了 像师尊在这里就破了一个洞 不用再冲顶 一个月冲一次就好 就保持它开走 不要让它合起来 另外你气如果进入中脉 好的现象就产生 为什么 气一进入中脉 就开始有一些神通的现象 会显现出来 有通灵的现象 就会显现出来 就有节受会产生出来 那么练这个保瓶器 还有规定时间 最好是早上 最好是空腹 空腹 空腹 早上 时间 那么也要必如其之作 那么 也不能练太多 你这个保瓶器 它有限定 是不是一天不能练 二十一次以上 二十一次以内 可以 二十一次以上 最好刚开始的时候 五次 十次 十五次 二十次 二十次 不要到二十一次以上 二十一次以上 我很精进 所以我拼命练保瓶器 告诉你 牙齿 牙齦 牙齿马上肿起来 鼻子流血 鼻孔流血 眼睛花红 这耳朵会有耳鸣 脑袋会痛 超过二十一次 超过二十一次不行 一天只能够二十一次 超过二十一次就不可以 那是五的 因为你把气在冲的时候力量很大 另外还有一点 你知道 你如果灼火在要发生 会到灼火法会讲 因为你保瓶器 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一个bump bump就是严禁 严禁它产生一种力量出来 会推 会推动 会推动 会震动 你气压上肢 下气上提 下气上提 上气下压 这时候有时候会产生震动 那个震动也就是灵动 有一种气在动的现象 就叫做灵动 很多人以为说灵动 灵动就是 肌童变成肌童 或者神下降 或者是什么佛菩萨下降 什么下降 就会左偏 左偏 你将来就会进入精神医院 有些通灵的 到最后 他也会进入精神医院 所以保瓶器 有危险现象 就是说 你冲顶冲太多 你冲顶冲太多 会找死 再来 你冲顶的时候 你要观想 你的本尊住在你的头上 用他的脚踩住你的顶峭 只让你冲顶 但是你的灵魂 我们讲灵魂比较容易知道 灵魂不会飞出去 保瓶器是一切内法的开始 你如果不修保瓶器 不知道内法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修得很勤 你会流鼻血 眼睛红 耳鸣 脑袋痛 头痛 念的太勤了 会有这种 这种副作用 这个是有副作用 九劫佛风没有副作用 金刚颂没有副作用 保瓶器有副作用 还有它会有灵异现象产生出来 因为气一进入中脉 你全身会得到法味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快乐 这些就是保瓶器的这种现象 这个老公钱包里面有一千九百元 老婆对他讲 你应该凑一个整数吧 老公非常高兴说好 然后老婆就拿走了九百块 剩下一千块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刚刚好就好 刚刚好 写保瓶器也是要刚刚好 要适应你自己 适应 你不要勉强 我一定要达到一分钟 有点兴趣 我可以交易 在一分钟 三分钟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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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车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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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6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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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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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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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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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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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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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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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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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明点会增长 因为你把这个液体 把你身上的这个明点 充分的放在你的血管里面 已经进入你血管里面 让你的血 气 血跟气 跟这个神水一起融合在一起 然后到达前身各个地方 这个时候 第一个 你会比较不会老 就比较青春 那么皮肤就会很细 很白 皮肤会细 会白 不会老 皮肤不会老 这是神水法 它比较不会老 那么你也很有力气 你很有power 这个力气 可以产生出来 这个power 可以产生出来 再来有一点 你做这个法 在做这个保瓶器的时候 你那个血液 在里面走 在你的所有的血管里面走 它比较不会比赛 比较不会比赛 你修保瓶器的人 比较不容易 这个心肌梗塞 中风 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 那么你修神水法 会让你年轻 因为你把那个荷尔蒙 一直在循环 荷尔蒙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生上循环 荷尔蒙一直在增加 所以你到了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你都还可以生孩子 你要孩子 有 马上生 马上有 马上要就马上有 你要吗 马上就有 你不要吗 你用无肉法 你要吗 它就有 它的荷尔蒙不流失 那个唾液就是荷尔蒙 这一种 唾液就是荷尔蒙的一种 你知道我们吃东西 一定要咬 咬就是说 把这个食物跟你的唾液 分在一起 在第一个消化器官 嘴巴里面 就已经把它消化 再到胃 胃的时候另外一种唾液出来 又把它消化了 才能够把营养 精分到你的前身去 所以你把唾液吞下去 就等于在帮助你的胃肠 帮助你前身的荷尔蒙 这是神水法 神水法加饱瓶器 这是我自己讲的 我跟你这样子讲 你们会比较清楚一点 真的有这种 所以你要让人家不觉得 你已经是老头子 你已经是阿伯 阿伯了 你就多练 多练这个神水法 多练神水法 它帮助你的胃 肠 还有帮助你的血液循环 还有保瓶器也能够帮助你的血液循环 生肌 肌肉会再产生出来 生肌 佛骨 生肌 佛骨 还有那个中医师怎么讲 什么生肌 佛骨 什么一大堆的 中医师经常在讲 都有功用 都有功用的 所以你不懂得练 你说我听了法 我回去 我也不练 不练 你就没有这个 要练就一定有 那么保瓶器 是无肉法 着火法 民典法的基础 所以联法生大事讲 保瓶器 就是一切的功德 所有的一切功德 来自于保瓶器 为什么 因为保瓶器 能够让你无肉 让你着火生起来 让你这个 民典会下降 上蹄 告诉大家 是非常真实的 这个老婆问老公 你说股票跟我有什么不同 老公就讲 老婆啊 你跟股票多值钱 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老婆很生气 我跟股票一定要有一个比较 老公就讲 股票呢 早晚都有解套的一天 和你 那你我这辈子都解不了套 股票有一天它会升降 但是老婆跟老公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写法也是这个样子 写法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懂得 要能够解除方法 你这里痛 肩膀痛 肩膀痛 这里就有阻塞 你保瓶器做好以后 你在消气的时候 你把气往这里多灼几下 把气往这里多灼几下 你这里痛就会好 你脖子痛 你把那个气 在消气的时候 气冲上来 在脖子这边灼几下 你气血都通了 你的血管都通了 那个痛就解除了 你脚痛 脚这边 这边痛 年纪大的人 先膝盖先坏 你经常练 练这个神水法 保瓶器 把气印到膝盖这里来 那里呢 骨质就增加 你那个骨头 跟骨头在摩擦 不会 不会这个好像是说 打架 你一打架就痛 一卡到这个骨头 你就痛 你有骨质了 在中间 就有肌油一样了 你就不会痛了 就有肌油 它会生出 生出那一种 你经常练保瓶器 你口水会很多 不练保瓶器 它口水老了 年纪大了 它口水就没有 口水就没有了 你要口水 生精解壳 生 那个叫丁吧 精 精 生精解壳 你会很多的唾液 很多的唾液 你嘴巴不会干掉 很多唾液会产生 你经常练神水法 用神水法再进到保瓶器 保瓶器 会增加你的气 将来可以做棒普用 棒普用 我在讲这个灼火法的时候 你就知道保瓶器的功用在哪里 保瓶器就是可以把火车 那个一升上来 它那个气 气吹那个 吹煤炭 煤炭产生热 热就把火车推动 那个推动这个的 这个就是气的作用 这个气的作用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这个火车 整个火车都可以推动 你将来练保瓶器 练到你这个 火能够像这个好像是说 火车头啊 这样子升 那个火升上来 全身都产生力量 那一种 用气去吹那个火的那一种力量 就像火车在 在动的那一种力量一样 我们称为棒普 所以你修内法 修到密教本身大圆满法的时候 一定要保瓶器 都已经练得很熟了 我每天早上做 我是这样子 先做大礼拜 做大供养 然后念经 那么持咒 再来 我做保瓶器 做保瓶器 每天做 每天做 要保持他那个气 然后再兼做神水法 神水法就让自己不要老 所以你不老的时候 你就很有力量了 老了就没力了 老了脚也没力 手也没力了 你支撑不起来啊 像师尊可以支撑起来 把自己身体都给他撑起来 你自然就有力啊 掉单杠双杠 什么你都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然后年纪 你说七十岁了 掉双杠 双裙 有几个人会啊 腹部也有力哦 我告诉你哦 你练保瓶器啊 你腹部就有力了 你啊 你啊 可以这样子的 这个 做九十度 九十度 用腹部的力量 把两只脚吸住 停在那里 可以停很久的 停很久的 这个时候你就懂了 为什么我们会急 为什么会无漏 你根本把你的明点吸住了 你怎么会漏呢 你吸不住明点 你当然咻一声 你就流鼻涕了 你根本吸不住你的 你的那个明点啊 一松 他就 就完蛋了 你为什么会无漏 因为你这一口气 吸住了 把明点整个通通给他 厚住了 你怎么会漏呢 所以你可以 所以 所 隆 汤 隆 隆 隆 很持久的 你要想说 我要吃药 吃药 让他能够持久 吃药可以让他持久 你就不用啊 你根本你就厚住了 根本就是厚住了 这就是无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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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保瓶器 你炼器有作用的 我们的那个大使 廖东周大使 他最近也跟着学器 学修器 他说 哎哟 原来是有功用的 大使有讲过这样子一句话 他说 炼器 嘿嘿 师尊讲的炼器 真的 你看 大使才皈依不久 他就知道那个功用就出来了 那你们还不赶快学 还在那边 好像是说要学不学的 要推你一把 甚至于说我不想学 我听了以后我也不要 那不是浪费吗 会让你有力量了 第一个有power 又可以生筋解壳 又可以 新的肌肉会产生 新的细胞会产生 新的荷尔蒙会产生 又可以让你的这个 这个骨头很强壮 又不会那么早就衰老 你有那个力量 又可以修无肉 又可以升起着佛 又可以让明点下降 看到光明 你要知道 只要你每天修保平器 气进入中脉 你就可以看到光 刚开始我们讲的是看到 萤火虫 小小萤火虫 回到西回到洞 这里亮哪里亮 好像一颗小灯笼 这个 你可以看到荧光 你可以看到荧光 你开始看光的时候 看见荧光 气进入中脉 你就可以看到荧光 看到烟 看到佛 看到光明 看到最后看到像大日一样的闪耀的光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明点光 已经修炼的看到明点光 看到你自己 那个脉轮打开的时候 看到你自己的佛性 叫做见性的光 叫做见性的光 看到佛性光 看到佛性光 这个都是真实的 或者说修行做什么 非常重要 要跟你们讲 这个老伯一天跟我吵架 不是我 是笑话 老伯一天跟我吵架 老伯就跑出去 去逛街去购物 已发现心中的不满 今天老伯哭着对我说 他说 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了 我问他说 怎么啦 他说 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跟我吵架 吵架他就去购物 没有跟他吵架 他说他过不下去 这个笑话好像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吧 今天听一个同学讲的 有一个人去买齐白石的画 老板给他拿来一副 这个人就讲说 一看 他就讲 这是假的 老板说 假的我就赔你十倍的价钱 哇齐白石的画 如果是真鸡的话很贵 那么他买齐白石的画 那个老板就跟他讲 这个是真的 不然我赔你十倍的价钱 这个人想一想也好 就买了 后来拿给专家去鉴定 果然是假的 他就去找这个老板 老板说 这个是真的 那个人讲说 那个专家鉴定说已经是假的 你骗了我 我去报警 这个时候老板就 拿出他的身份证 因为他姓齐 名白石 我告诉大家 佛法有真的也有假的 师尊在这里卖的 绝对是真的 也不是卖 是讲给你们听 免费 对 Total is free 你要气入中脉 还有一个口诀 当你要舍气的时候 先吸一口气劲 再压 本来你一分钟到了 你要 开始要舍气了 要舍气以前 你先吸一口气 再进去 再压 他这个气就会进入中脉 这个就是结窍 你本来不会进中脉的 经你在吸一口气 下气上提 上气下压 再吸一口气再压一下 他就更进入中脉 一进入中脉 你就有结瘦会产生出来 很重要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 那么保瓶气的口诀 可能我也会讲的漏 讲有遗漏 因为宇宙之间的 这个光气 气 进入你的鼻孔 一直降到 你的这个户 女生也有时候可以降到户了 但是来夜市的时候就不要 因为它会让血一直流个不停 血流个不停 没有夜市的时候 有夜市的时候 你提在心计就好 或者干脆不要练 另外你感冒的时候不要练 生病的时候绝对不要练 你生病感冒的时候练没有用 那个气是不饶的 不是真正的气 练了都白练没有用 你生病就不要练 没有病的时候 一口气进来 引气进入下丹田 下气上提 上气下压 变成一个宝瓶 你把它闭气 越久越好 让气 在里面闭得越久越好 再来就消气 观想那个气呢 从周围到所有的血管里面 全身的脉就等于血管 血管里面 所有的神经跟血管里面 全部充满气 再来一些气就进入中脉 到了射气的时候 记得时间到了 你闭不住了 第一个先冲顶 第一个先冲顶 就是破瓦法 开顶 第二个 再从鼻孔敷出去 就是射息 就是叫射息 那个时候大部分人来讲 避不住气的 都射得非常的快 然后一个射顶 一个从鼻子出去 这个保瓦器的所有的结窍 就讲到这里 哦妈的便宜 谢谢大家 我们来到处理 我们来到处理 谢谢大家